我們讓社會道哲學 社會道歷史 地理 還有社財 社財也有興趣 形象然後才派給他的歷史 其實他是非常非常的旺 後來我自己就選擇陶瓷 也實際上的去操作 他大概現在只能家裡掃了一個盤子就做一個盤子 掃了一個杯子就做一個杯子的生路 但是我覺得在陶瓷這個領域 我有稍微去認真的 把中國歷史對陶瓷的一些看法 一些影響 然後就有一些深入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團長的興趣是說 不管哪一個領域 其實跨業者都不管 那我覺得 業徒者他用三個股池來代改業徒 那我覺得以我個人來講 我已經是中年以後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輕始 吃清淡一點 不要太勉強自己 有跟我差不多同感的人可以 透過我這樣講會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說只要你喜歡 你保持那個關係的 就是喜愛閱讀的心 你自然可以就是說在程式上 在品味上 在閱讀上 我覺得天使的機率不高 因為像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看到美的東西你就會 你就會看得下去就看下去 其實我還想要講到小說 就真的喔 嗯嗯嗯嗯 好啦好啦 就是回歸啦 就是請大家跟我有一起 這樣心情的人 我覺得因為那個老子的那段 表達222年那段 我非常的欣賞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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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的放下 死活不足的放下 沒趣的放下 我不能 我不能教書管理我 這樣一個消暴的心情 當然是他要走過前面一段 非常豐厚之後 才能看三是三 見三不是三 然後再來 見三還是三的境界 那我希望說 我們能夠在十幾年 二十年的圖書會裡面 我們能夠比較 不管說在這一趟更有什麼樣 但是心理上應該要把自己放輕鬆一點 就是說 欸自己喜歡的領域 就好好去享受 OK 會不會夠好 謝謝 好 我現在我們當主說好 今天有點壓力 要靠 好 我的形象應該在他們心裡說 有種感見 我現在還是不輕鬆 謝謝畢如 對樂圖做一個 他是做一個 明明晉智的科系 我想說你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我們讀書類 只是個平衡 我們各種各類都要說 我們都有機會 其實你接觸之後 你對哪一門有興趣 你在一門深入 然後可以觸類行動 然後我想人生的樂圖也是一樣 就剛才講的 起先是 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外國人 見山不是山 見水是水 最後呢 還是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 好 我想這個是 屁股的新入地產 那接下來 我想我們教育一個人 教育一個人 他是在講座 他超越 整個超越的樂迪 我想這一定非常精彩 我們歡迎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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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特別要感謝星期 因為他是拔刀相助的 他看著有一個分獎不能來 他來幫忙 對 大家想說時間過掉 時間過掉 首先是麥克風綁起來 還有一個 還有比我們家缺乏的牌子 還有一個咖啡 這個做妙子 首先我抗議 第一個抗議是這個好民意 這個書寫得太好 很多觀念都我們 其實我們覺得自己 以後老了只是要寫的 就可能要寫走 而且沒有辦法寫得比他更好 所以我抗議 我真的按下去有老一個人 第二個我要抗議 就是我們剛剛主獎 還有兩位指定分享 講 講的內容太精彩 把我原本的構思 把我原本放在哪里 就要擠出去了 我現在一下子糊塗了 我知道我要講什麼 所以我現在是 恢復到我們人類最原始的本人 最原始的本人 我們 我常常在想說 我們為什麼要看一本書 我自己當然 大家一定沒有這個問題 可是我也想說 我為什麼要看一本書 我也到處問 來讀書會的時候問 也跟我的合夥人問 有時候也是想著若有所思 那後來 第四十一頁 你這本書意思是一頁 他提到 月圖 它可以是一個窗戶 可以 只要開這個窗戶 不管你往外看或往內看 他沒有說往外看或往內看 他只說一個窗戶 那就會一開始影響到我們的視野 再來就是說 月圖它是一道門戶 那個視野是歸視野 可是門戶是說 你還可以左右你行動的方向 那我就覺得 那這個 這樣子一個很簡潔二要 然後就回答了 為什麼我要去月圖一本書 那它可以豐富我的人生 還有剛剛崔華也提到了 很驚訝的一個解答 還有提到為什麼要月圖 那我覺得 這些都讓我在進一步說 那既然月圖是這麼重要 那為什麼有個人 喜歡月圖 樂在月圖 還有個人 他 快樂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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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噗噗噗噗噗 動噗噗噗噗 對 為什麼呢 那 因為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念書 所以 那 好名義 好先生 他在他這個 從頭有兩個章節 他就在講說 我要 怎麼讀書 他把書分類成這個樣子 讓我 讓我一下就覺得 我們是很淺顯 讀書跟吃飯一樣 我們就變得很容易了 我就知道怎麼樣去分 怎麼樣去選 不會說糊塗了 然後他也提到了一些 讀書的工具 一些方法 那這些書上有 就不多講 而且我時間有限 那 之後呢 當我開始閱讀以後 那我就在死亡 在我一個人閱讀之後 我一個人閱讀之後 我還能做什麼 可以讓我的閱讀 可以更加完美 不知道有沒有想 那我是有想這個問題 可以做什麼呢 超越閱讀者的境界 就是 其實這個是蠻簡單的事情 就是 聆聽 分享 訴說 報告 那我 我都記得 我們明百大哥 經常說 你講過之後 要把它寫下來喔 寫下來要傳給 我們那個美麗的 美麗的 美麗漂亮的文婷小姐喔 然後可以留下紀錄 那不管是口頭 或是面報告 那這都是 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超越閱讀者的境界喔 那 我還在想 我 這樣想 我看了這本書 閱讀者 或者是以前的書 那別人怎麼想呢 別人怎麼來想 想同樣一本書的內容 或者是說 我的時間夠多嗎 可以看很多嗎 那麼 我看過一本書之後 我整理出來的 思想領域 會不會狹隘啊 好 那 怎麼辦 好 怎麼辦 我就想要找出捷徑 捷徑就在這裡 好 捷徑在這裡 捷徑在這裡 要到達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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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